也許那一句話 其實鄭運鵬講的是 他自己內心的渴望 其實他爭取桃園市長的 真正目的就只是為了這個 這個東西有什麼很嗨 很爽嗎 我是不覺得 我是覺得 因為如果你是贏球的人 人家把你舉起來 你可能會很爽 鄭文燦也沒贏球也沒幹嘛 你去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好爽 可是鄭運鵬自己講話歪樓 就讓大家覺得很怪 當然我們也覺得更怪的就是 平時對女權狼狼上口的 這些民進黨的包括婦女部 包括這些立法委員這些人 當他們自己黨的同志 講出這些話的時候 他們都不會有任何反應 這個如果臉換成韓國瑜的話 會出事 這個臉書的話 如果是韓國瑜 你相不相信 第一個 你看韓國瑜 就是個老不休 自己要求要去享受這種福利 硬要人家 人家明明這些女孩子 討厭他討厭鑰匙 然後也硬要這九個女孩子 把他抬起來 你相不相信 一定有很多這種想法 所以性別歧視也有分藍綠 當然有分 分得很大 NTR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